我要擋一路 好嗎 OK 週四 北京中級法院開庭 沈里楊恒均被控間諜案 澳大利亞駐華大使傅關翰 被拒絕進入法庭旁聽 他批評中共違反領事協議 幸好 我們已經拒絕到法庭 原因是因為疫情的情況 但外國政府也告訴我們 這是一個國安保障的案子 傅關翰表示將持續關注案件 並給予支持 上週 澳大利亞外長佩恩發聲明 要求中共允許澳大利亞官員參加庭審 聲明說 楊恒均2019年1月被拘捕後 澳大利亞政府反复要求後 中共當局依然拒絕提供關於指控的證據 楊恒均 現年56歲 曾任中共國安雇員 寫過間諜小說 2019年1月在廣州機場被當局扣留 被控間諜罪 楊恒均的妻子袁瑞娟筆名染香 是中共大五毛 楊恒均被捕後 曾呼籲澳洲政府營救 週三 澳大利亞管部公司 摘錄了據稱是楊恒均3月份的信件 他在信中說 26個月暗無天日的關押 使其健康狀況惡化 不過 精神狀況良好 他還表示 永遠不會向當局妥協 新唐人記者 畢星馳 宇威 綜合報導 報告